大家好,欢迎回到雅各布的房产生活频道,我是你们的雅各布,本周又要开始新的一期视频了 之前的几期有跟大家讲比较多的澳洲生活方面的内容,我觉得也是该换换口味,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澳洲房产相关的内容 那本期的视频的题目就是如何用两个月时间省下一百万澳币的预算 好吧,这个是我过去的一个客人的一个case,我想做一个案例分享 然后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就是看一下作为一个买家中介 我是如何在帮客人看房的过程中,去一步一步从开始走到成交 好吧,OK,那话不多说,就跟我一起来听雅各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吧 好吧 这个客人呢,是一个对于澳洲来说算是一个海外买家啊,因为他是从别的国家想要移居到澳洲,然后选择在布里斯班生活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买家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大概有看了差不多两个月左右的房子 通过聊天话,我发现他其实对区域也好,价格也好,还有他想要的东西,其实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那后来我有问他就是说,那为什么还需要来找我啊,他跟我讲了有两点啊,一就是在过去两个月的看房时间里面呢,他有参加过一些排卖 然后其中有一套房子呢,他觉得后来回想起来其实挺可惜的,因为当时可能觉得对市场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明明是可以买到,就是最后就出价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没有跟上这个节奏,最后错失了那个房子 但是他们回头发现,这个价格其实我可以出更高一点去拿到这个房子的 就当时就觉得挺可惜,然后希望就是说下次的话呢,就尽可能就避免这种想要拿到一套房子 结果因为出价不给力就没有拿到这样的情况 第二呢,就是因为布里斯湾这个城市它不太像细腻,就是说拍卖占主流 在这边其实拍卖和出价,就私卖这种形式,其实基本上是对半开 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在某些区域的话,甚至私卖会更多一点 他希望在这种就是出价不明确的时候,就你看不到别人价格的情况下 有一个人可以去帮他就double confirm一下,就是检查一下,就是说他的出价有没有问题 或者给他一些建议,让他觉得说自己这个出价就是说不会特别的高 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不会特别的高 所以说主要就是基于这两点原因,他后来决定选择我去做他的买家中介 后来在跟他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他的那个预算 他的预算是非常固定的,就是他有一条不能踏过的红线 但是他也不希望就是说他的钱没有花钩,就是他想要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愿意花足够多的预算,但是他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红线 就是说你不能去踩到他 那对于预算有上限的客人来说,我个人觉得说你要从两个点去看,他有好处也有坏处 他的坏处是你有可能会因为你这根红线导致错失 有一些就特别可惜,你知道吧,就有些房子就是明明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可以去拿到 但是因为你有这根红线,你不得不去可能去放弃一些机会 但是同样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也可以,就是说预算红线这个东西,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你情绪化 有时候就真的到了那个点,你发现再加3万,再加5万,你就可以拿到这房子,然后你一加,加完之后另外一边也加,最后就控制不住 他可以避免一个情绪化导致的最后一个出价比较混乱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客人跟我说他有个价格红线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那么就这件事情的结果来说,其实那根红线其实应该是有帮到我说,去拿到用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去拿到那个房子的 好吧,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之后去看,就是说到底他是怎样去影响我这个结果的 OK,那么在案子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概是前两周到三周 我会带着客人扫市场上面大量的房源和他预算相匹配的 基本上我不会挑房位,只要是他可能会喜欢的,我都会带他去看 频率的话甚至比较高,一周的话预计通常在前一段时间甚至一周会看4天到5天房子 这个是非常频繁的一个持续 我的目的是说,虽然他告诉我他的喜好,但是有时候客人的选择和他的产数并不一定相互匹配 有时候他会跑偏,看到一些比较漂亮的房子,他有可能会跑偏 那我的目的是通过大量的看房去抓一下这个客人的特点 就是同样你这个预算,不一样房子展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比方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高预算的房子 300万,400万,500万甚至更高 但是同样预算的房子,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有些房子他是以那种历史,他是以那种非常古典的装修,他去释放他的价值 有些中介他会跟你说,你看我们这个房子有100年历史,有70年历史 我这个房子他只有两任房东 就是他们老外对于那些老物件,他们的评判标准 并不是说因为他老了,他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他甚至会以此为荣 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说啊,我这个房子换手率非常的低,他的业主只有两位 那他就是一个很强的卖点,但是这种特点他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买家 所以说你要通过很多的点,比方说我要去抓一些新房子啊 比方说那种水洗石,地板啊,然后一些大量的落地玻璃啊 或者一些非常豪华的装修,搬过来看一下 然后那种非常经典,非常带有那种历史兮兮的这种房子,维护保养非常好 这种老房子也要拿过来看一下,最后去抓一下 就是说到底哪种房子才是客人真正想要的房子 好吧,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啊 他和你客人想要的东西,他不在一点上 哪怕你的客人预算很高,或者哪怕这套房子非常好 你有时候买家和这房子你如果是碰不到一起的话 他就他就永远成交不了,他就对不上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机会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 呃,从结果上来看 其实我最终帮这个客人买到的造房子 其实在整个看房的过程中是出现在比较早期的啊 比较早期的 那么经过经过我的一系列 就当时我们去看到造房子的时候 客人第一感觉就是哇,非常好 他跟我反复强调就是说他非常喜欢这个房子 呃,我有认真的帮他算过造房子的一个实际价值 因为你要去看他的,呃,这样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去作为买家中介 我是怎么样去给客人去推算这个房子的实际价值 第一,首先你要知道他的土地价值是多少 对不对 那土地价值的话有两种 一,你可能需要知道布里斯班 如果他是个老房子的话 你大概需要知道布里斯班在不同阶段 啊,他的年涨幅是多少 或者五年涨幅或者十年涨幅大概是多少 你要掌握这样一个尺寸尺寸 第二就是你要知道console是 就是console或者征服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土地的 他会,就是虽然console的估价不能一定和市场价不一样 但是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关系的 所以说通过一系列的计算 你大概可以比较准确的抓住他的一个土地价值 那么对于房子价值来说 要看他的不同时期 比方说像去年市场特别火 然后物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大量上升的时候 你会发现二手物件的价格并不一定会比全新的房子要便宜 原因就像大家如果有买过二手车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是去年 或者是今年上半年我要卖车 你会发现我有台车可能买了 三万块钱 对不对 然后我开了十万公里卖掉 发现还是三万块钱 就是同样的道理 包括像近期的一些二手房 他就是拿着新房的建筑价格来跟你比 因为你如果你如果不喜欢我这二手房 你要去买新房的话 你的建筑成本会和我一样 甚至比我更高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说要对一套房子的建筑 你也要给他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说 你是老房子 然后你需要给我折旧 或怎么样的话 那你也很难和这个市场价格去对上 当时我大概 然后加上还有一些原因 就是这个房子一些历史性的原因 我也有把一些价值给加上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买一些特别昂贵的区 还有一些特别的老区 你会发现有很多老房子 然后你去翻阅这套房子的历史 你会发现 这套房子当时 他从买买下来到新建这套房子 中间花费了将近有四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成本对于这套房子来说 也是非常高的 四年时间里面 他甚至和康守有打过官司 就是市政府通 因为大家都知道老房子 其实它有一定的历史保 在布里斯班有很多老房子 它是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你不能把它拆除 那么这种老房子 它会永久的留在这个地上 对你的这个土地价值呢 是会有 对于你土地价值的释放吧 我们这样去讲 它是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的 因为你的开发和你的重建 它会受到很多限制 那么我发现造房子甚至它 它通过过去很早之前的一场 打官司 竟然把这个老房子给拆掉了 那说实话 你得把这部分的价值赋予给它 然后现在这种像那种设计师 设计师款的房子 然后经过精心的雕琢 然后用料也非常讲究的这种房子 其实它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最后结合多种因素 我推算造房子的实际价值 应该可能会在700万澳币左右 这是相当贵的一个 相当贵的一个价格 但是这个说实话 这个价格已经远超我客人的预算 包括中介当时有问他 这个房子有卖 有卖多少 这个中介可能为了吸引客户吧 还稍微保留了一点 但即使如此 后来我在跟我的客人讨论的过程中 我跟他一致认为 就是说在在短期之内 就在我们看房子当下 短期之内这套房子 即使我再喜欢 也是没有任何一家空间的 就是已经踩过红线了 所以这套房子 其实当时就是被暂时搁置了 其实挺可惜的 所以这套房子